各位觀眾 肥依依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究竟做護士有什麼條件 究竟做什麼 今天我請到一位專家來跟大家分享 究竟有什麼人不適合做護士呢? 那位專家就是我 做學護的這幾年我們最常聽到師長教 你這些人不適合做護士的 聽了這麼多次 這些人不適合做護士 我們是非常清楚的 做護士入職一定要Briefing 我和大家模擬一個Briefing 叫我友Sir就可以了 抄輪屎 第一件事 如果你是喜歡上班 一至五星期六日可以休息的話 你不適合做護士了 別人跟你說今天上哪間就是哪間 沒有什麼星期六日要和爸爸媽媽吃飯 沒有這件事 一個星期上五至六日 轉個東西味 有時候可能要連回九日 因為兩個星期會搭配 這些事情你自己想 假期就放哪天都可以 反正你只有一天 普遍護士覺得最難頂的間是PA night 我和大家拆解一下PA night這個概念 P 你由1點鐘回到10點 中間你睡一個覺就可以上班 上班 下午兩點幾三點 睡一覺你又可以上班 上班 睡覺 上班 睡覺 上班 的一個過程 我試編一個間給你看 9天給你 PA PP 如果我這樣說一次 你記不到的話 你都不適合做護士的 接不接受到 如果接受到的話 恭喜你 你是適合做護士的 鼓勵性多些 人工是不錯的 上班那裡就說了這麼多 第二件事 我也不想說噁心事 但是就是噁心事 屎尿血龍痰 今天就送你五寶 腸裡面的屎 膀胱裡面的尿 血管裡面的血 傷口裡面的龍 還有肺裡面的痰 還有另外一件事是針 屎尿血龍痰針 有人看到針就會緊張 有些人看到血會暈的 怕這件事 有些人是控制不到的 看你自己能否接受到 每天工作都要看這些 各人經驗分享 多看一點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看傷口的照片 就Google search wound 如果你想看糞的照片 就Google search shit 好可惜的 我有些同學就是 他可以的 看幾眼看幾個小時都可以 但是他接受不到 每天都要看 假意時日 是沒有那麼恐怖的 你會有些策略的 例如說用口呼吸 來到這裡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覺得我說話很悶 或者有沒有人覺得我說話很長 有的話你都是不適合做護士的 六點幾上班 聽聽聽聽聽聽 聽到吃飯 你是有機會跟你的導師一起吃飯 都要聽 下班留堂再聽 為什麼我要說那麼長 是因為有什麼來的 有件很基本的事 不記得跟大家說 護士最注重的是 Puntuality 我們穿U的 就一定要有紀律 你遲到 又要另一個同事幫你頂住 先讓你上班 同事打來說 不好意思 今早遲了 起床 可不可以頂多他一個小時 先搭車 先回來 你是聽電話的同事 聽到電話 你會怎麼想 這段道理是很經典的 大家真的有幸 可以聽到護士的一時佳話 我看拍片的鐘數 時間下課了 想做護士的 不要放棄 加把勁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下次想到再說 希望今天這個briefing 進賣人事 希望各位同學 今天不用說學到很多東西 學到一件東西 我就很開心 今天喜歡我的video 給個like 我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買回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兔製服麻煩 整潔一點 不要讓我看見那些 穿上衣服 我OK 但我不知道病房裡的人 喜歡不喜歡